男人顶了一下身牙塘 单枪匹马走向监狱准备救出队友 可没走两步就被一群士兵暗倒在地 紧接着就被丢到队友面前 但士兵怎么也想不到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何止士兵想不到他的队友也想不到 不过这一切都在修医的计划中 他利用粘合计在上牙塘中藏了根金属丝 有了这个他们就可以逃出去 不料他却甘大的发现拿不出来了 这时老黑看不下去了 上去就是一拳 拿到金属丝后他们很快就放倒了守卫并夺走了枪 可就在他们快逃出监狱时 法兰奇却看到了被囚禁的小狼女 而就这么一愣神他就被子弹射中了肩膀 好在老黑反应及时拉着他躲了起来 面对强大的火力压制他们根本抬不起头 而法兰奇却还想着小狼女 于是老黑只好让修医掩护 而他则趁机将小狼女救了回来 没等众人喘口气 这时子弹却突然打光了 一瞬间他们就被士兵团团包围 无奈他们只好抱头投降 但这时突然一道亮光闪烁 紧接着士兵就飞了出去 原来是星光赶了过来 只见他小手一挥 三下五除二就轻松解决了所有士兵 在星光的帮助下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出口 可没想到这时火车头却突然出现 为了制造逃跑时间修医跟星光决定留下拖住火车头 但即使面对星光的狂轰烂炸 火车头都轻松躲了过去 紧接着一巴掌将星光拍飞 没了星光保护眼看修医就要被火车头杀掉 不料这时火车头注射五号化 合物的副作用却突然爆发 痛苦的瘫倒在地 这简直是神助攻 但这时修医不但没有补上一刀 反而是想要救下火车头 这操作让星光直接猛逼 不过看着修医十分坚定 他只好让修医先走这里交给他 后来 最好的 заб论